心灵回收站 俗话说 尸骨还未寒呢 一向对婆婆情深义重的公公 竟然就要娶另一个女人 颜慧嫁给赵宇前 在公公的公司做文员 她就像大部分职场菜鸟那样 每天反复在一定要出人头地的打鸡血 和即使奋斗一辈子 也买不起房的沮丧中 反复切换 赵宇在公司里挂了个闲纸 她对颜慧一见钟情 公公对颜慧印象不错 亲自给自己的儿子保眉 想撮合他们 颜慧觉得自己好歹是大学生 瞧不上才初中毕业的赵宇 便硬着头皮婉拒了 有一次 婆婆拎着一钟炖汤到公司来 颜慧进入总经理办公室送文件时 看到已经五十多岁的公婆 竟然在互相喂汤 喝过汤 婆婆还抽了一张纸巾 给公公擦嘴 颜慧觉得很震惊 她父母常年争吵 吵得厉害时 甚至会大打出手 她身边看到的夫妻 虽然不至于都像她的父母 但也大多是吵吵闹着过 真没见过一把年纪 感情还这么好的夫妻 婆婆离开时 公公揽着她的肩 亲自送她下楼 两人说说笑笑 庞若无人地走过办公区 惹得一众小年轻羡慕不已 说这才是真爱 后来婆婆又来过几次 每次都是给老公儿子送点吃食 她离开时 公公不是牵着她的手 就是揽着她的肩 送她下楼 颜慧就是在那一刻被打动了 她心里冒出一个念头 赵家父母的感情这么好 赵羽对待另一半 也不会差吧 赵羽本就长得不错 再加上父母感情深厚 家境宽裕这两层滤镜 颜慧看她顺眼多了 赵羽很快就察觉到 颜慧的动摇 她对颜慧的追求 公事更猛烈 那天婆婆又来送汤 她亲热地拉着颜慧说 咱们女人啊 干得好 不如嫁得好 找个家里条件好的男人 比什么都强 不但自己少受罪 以后孩子的起点 也比别人高 我们家赵羽虽然学历不高 但人没啥花花肠子 我们就只有她一个孩子 以后我们的一切 不都是她的 正是这句话 让颜慧的心理防线崩塌了 想要靠着她三四千的月薪 在一线城市买房 简直太难了 赵家有公司 还有几套回签房 每个月光是收房租 都有三万块收入 如果嫁给赵羽 她的孩子直接就能享受学区房的福利 往后她也不用再在廉价租房里流浪 不用再为了省钱 连肉都不敢痛快吃 嫁给赵羽后 颜慧才发现 赵羽简直是一个生活技能为零的巨英 年近三十的男人 竟然连电饭宝都不会用 贴身衣物还要婆婆帮她洗 不只是她 公公也一样 婆婆很能干 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把老公和儿子宠成两个生活白痴 颜慧觉得这样不太好 她担心以后有了孩子 赵羽还这样懒惰 为了不算偶失育儿 她多次跟赵羽说 婆婆年纪大了 不能老是奴役她 能自己做的事就自己做 后来婆婆得知 甩两口的争执 赶紧安抚颜慧 我这辈子没啥大出息 就想着把家人照顾好 让他们腾出精力 发展事业 你放心 孩子你只管生 我来带 婆婆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颜慧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 颜慧有了孩子后 婆婆果然说话算数 除了喂奶时找颜慧 其他时间照顾孩子 她全包了 除此之外 她还任劳任怨地 承包了所有家务 刚开始 颜慧有些过意不去 慢慢地 她也像赵羽两夫子那样 变得心安理得了 孩子断奶后 颜慧甚至跟喂生育时 没两样 每天踩着点上下班 回家有现成的饭菜吃 周末跟朋友逛街 看电影 做美容 日子过得很惬意 颜慧看着依然灰头土脸的 为了买房而拼命加班 皆兼职的未婚同事 看着为了租房和谁做家务 而过得鸡飞狗跳的已婚同事 她庆幸 自己当初做了正确的选择 穷也一辈子 富也一辈子 为什么不让自己过得轻松一些呢 公公常说 她的成就有一半是婆婆的功劳 逢年过节时 赵宇总爱感性地哽咽着发表这些感言 说妈妈是最伟大的人 颜慧有样学样 也爱把自己福气好 才能遇上这么好的婆婆 这些话挂在嘴边 反正 说好话又不要钱 动动嘴皮子就行 婆婆的去世 让一家人扭条不紊的生活 戛然而止 过往的和谐也荡然无存 公公和赵宇都不愿意请保姆 说不喜欢家里有外人 公公直接令人接管了颜慧的工作 让颜慧回归家庭 照顾孩子和做家务 工资照发 颜慧虽然心里万般不乐意 却不敢不从 毕竟孩子才两岁 不放心交给保姆 而且公公掌握着家里的经济命脉 自然是她说了算 真回归家庭后 颜慧才发现有多崩溃 她从早到晚都得忙着做家务 公公和赵宇被勤快的婆婆 灌出了洁癖 对家里卫生要求极高 每天都各种挑剔 各种提要求 而且他们两父子极度自私 做事只考虑自己方便 从不管会不会给别人造成困扰 他们喝过茶后 明明可以顺手把茶渣 滤干水倒进垃圾桶 他们偏步 非得连渣带茶水 一起倒进洗手盆 等盐慧收拾 如果他们回来时 盐慧不及时给他们拿拖鞋换 他们为了自个儿舒服 把外头的鞋穿进房里 刚拖的地被踩得乱七八糟的 这样的小事数不胜数 一桩桩 一件件 累积起来 激发了盐慧巨大的怨气 她迅速变得憔悴而刻薄 又不敢跟公公发火 只能朝赵宇发泄 有时 她甚至会恨死去的婆婆 因为婆婆把老公儿子 灌成这样懒惰又自私 累死了自己 又来祸害她 赵宇被盐慧闹得烦了 索性早出晚归 躲在外头 跟猪鹏狗友喝酒吹牛 如今 听说公公要娶新婆婆 盐慧第一反应是 终于有人 能来接她的班 做家务了 第二反应是 公公怎么能这样 赵宇能同意吗 晚上赵宇回来 盐慧迫不及待地 问起公公的事 赵宇懒心无常地说 天要下雨 老子要娶媳妇 管不着 她想娶就娶呗 盐慧震惊了 刚刚去世才两个月的 是她嘴里最伟大的亲妈 是公公嘴里 要白头偕老的爱妻 怎么 他们都能迅速 允许其他女人来替代她 赵宇看她的反应 奇怪道 你这是啥表情 很不爽 我爸现在单身 要娶续贤 不是很正常吗 他才刚六十岁 总不能叫他 后半辈子都担着 他半夜想喝杯水 都没人到 还得把我喊起来 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老头子娶了新老婆 就能帮忙照顾他 还能帮着做家务 带孩子 减轻你的负担 我也不用总被你逼着 分担家务和带孩子 你好我好 大家好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严慧说不出话来 听着是这个理 就是总觉得 心里有些不舒坦 婆婆毕竟是公公 相伴三十多年的妻子 是对赵宇 有生养之恩的母亲啊 在他们心里 就这么容易被取代 不管严慧愿不愿意 新婆婆 还是如妻嫁进赵家 她比严慧的公公 小十三岁 又会打扮 看着比真实年龄 偏年轻 她来家里那天 穿一身宝蓝色改良旗袍 勒出的身材线条 竟比严慧的还纤细 她说话温柔而韵铁 让人如沐春风 看着是个好相处的人 赵宇两父子都很满意 严慧想着 等熟悉一些 就将孩子交给新婆婆 自己赶紧回去工作 可事实 让她狠狠打脸了 孩子交给新婆婆带的第一天 脑袋就磕裂了 缝了四针 严慧心疼又愤怒 忍不住质问她 到底是怎么看孩子的 新婆婆眼中含泪 嘴唇抖动半天 除了反复说对不起 啥有用的也说不出来 公公打圆场道 谁的孩子谁带 你要是觉得她带不好 就自个儿带 严慧哑口无言 新婆婆才做了几天家务 不是差点烧了厨房 就是报废了 价值一万多的高档料理机 她拖地时还滑了一跤 直接躺在床上 A1叫唤不停 她可怜巴巴的对公公说 她头晕胸闷 老觉得喘不过气来 严慧在一旁听着 有些惊疑不定 这么严重 摔了一跤而已 不至于吧 新婆婆红着眼圈说 赵与她妈就是积劳成疾 才去得这么早 她好不容易才嫁着一个好男人 想多陪她几年 严慧的公公脸色微变 迅速在心里盘算了一下 她这个年纪再婚并不容易 想找到一个像新妻这样 显年轻又温柔的 更是难上加难 她安抚道 做不来家务就别做了 交给严慧吧 她比你熟练 她又扭头对严慧说 以后家务你多费心点 你阿姨年纪大了 弄不来 严慧震惊又愤怒 她没想到 新婆婆竟是一个心机表 不过是撒一下娇 就逃脱了做家务 当初 她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招呢 有了公公的圣旨 新婆婆理直气壮地 逃避做家务 每天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陪着照妇 散步 聊天 睡觉 旅游 简直 快活似神仙 严慧又被迫回归家庭当主妇 先前 她要伺候老中幼三个男人 如今倒好 又多了一个老女人要伺候 她愤愤不平 都是给赵家男人当老婆 凭啥 新婆婆 只要伺候老头子 她 却要伺候全家 这样的日子 让严慧觉得窒息 她想去上班 公公 却不赞同 她想摆脱公公的控制 就必须争取赵宇的支持 她跟赵宇提了几次 说 跟新婆婆住一块不自在 什么活都得她干 她想搬出去租房子住 赵宇一脸莫名其妙地说 我们住得好好的 干嘛要搬出去 阿姨不好相处 那你就少跟她相处 反正又不是亲婆婆 你用不着讨好她 严慧只得说实话 她觉得 给公公打工 处处受拘束 她想搬离这个家 还想两人一起出去找工作 以后 不用再受公公的摆布和控制 赵宇一脸见鬼的表情看着她 你让我放弃自家公司 去别人手下打工受气 我脑子又没进水 无论严慧怎么劝说 赵宇都不为所动 说多了 她直接发怒了 我看你 就是想挑拨 我们两父子的关系 你想搬走就自己搬 别拉上我 严慧不吭声 赵宇以为 她放弃这个念头了 没想到 仅仅过了半个月 严慧就突然说 她找到工作了 要搬出去 赵宇又惊又怒 勒令她 要滚自己滚 休想带走赵家的孩子 严慧倒也不争 她直接拿出离婚协议书 什么都不要 只要自由 离开那天 她亲了亲孩子 拎起行李就走 赵宇两父子 被她突然的反抗 弄得懵逼 一时反应不过来 当时 严慧愿意嫁给她 不就是看中她家条件好 她怎么舍得 放弃优渥的生活离婚 离婚后 严慧在一家小工厂 找了一份 跑销售的工作 比所有同事都拼命 当初 跟她一起打拼的同事 如今 大都发展得不错 唯有她 从头来过 甚至 比过去 更艰辛 但她不敢抱怨 不敢停下 只闷头苦干 没有男人和孩子牵绊 她的全身心投入 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不过短短两三年时间 她已经成了金牌销售 很快就跳槽到 一家集团公司工作 薪资也水涨船高 在这期间 赵宇多次想把孩子 塞过来给她添堵 甚至要求复婚 严慧斩钉截铁地 拒绝复婚 当时 也不愿意接手孩子 现在她听说 赵宇要另娶 便主动登门要求 变更孩子的抚养权 赵宇求之不得 赶紧答应了 反正 哪个女人 都能给她生孩子 她早就带娃带得不耐烦了 严慧用积蓄 加上东拼西凑来的钱 按揭了一套两居室 她终于有了一个家 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家 她躺在柔软的沙发上 回想过去 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做到了 靠自个儿的能力 在这座城市 落脚 扎根 若不是那一夜 无意间听到公公和赵宇的聊天 她还会傻傻地 在那个家里 被禁锢 压榨 直到腐朽 那夜 她听到赵宇跟公公发牢骚 说她不想做家务 老闹腾着 想搬出去住 公公说 让她闹 她没钱没工作 还拖着一个孩子 闹不出什么水花来 她不上班 干领工资 还想咋的 女人就是为了伺候男人而存在的 不然 娶老婆干嘛 你在外头 不是已经有人了 大不了就离婚 你还年轻 家庭条件也不差 再娶年轻的小姑娘 很容易 当时 她听得浑身颤抖 肝胆俱寒 新婆婆 好歹靠着一身过硬的演技 只要将老头子伺候开心 就能衣食无忧 她呢 必须靠出卖劳动力 才能混口饭吃 赵宇已经在外头有人了 等她被榨干劳动价值 这个家 还有她的立足之地吗 她后悔 当初为了少吃苦走捷径 嫁给赵宇 结果 钱没老找 爱情也没徒找 落得个两头空的下场 更让她觉得毛骨悚然的是 如果她不反抗 那么 等待她的 有可能是跟前婆婆一样的下场 鸡劳成疾 一命呜呼 她要是累死了 谁会在乎呢 赵宇会马不停蹄 另娶一个更年轻漂亮的女人 她的儿子 说不定也跟后妈 亲亲热热地上演母子情深 毕竟 对于赵家男人来说 只要有女人 能将她伺候的舒舒服服 就行了 什么夫妻情分 都是狗屁 她真想问问死去的婆婆 用自己的一辈子 给男人当垫脚石 值得吗 她庆幸 自己想通了 也鼓足勇气 逃离那个 赚取她人生价值的地方 为男人 为家庭 付出半辈子 也许 最后什么都没落好 但是 为工作 付出时间和精力 工作 会千万被回馈她 她从未想过 放弃儿子的抚养权 逮竹 出不了好损 儿子要是留给赵家养 就毁了 她不想让自己的儿子 长成赵宇和公公那样 冷漠 自私的男人 再去祸害 更多的女人 只不过 那时她自身难保 带着儿子 什么都做不了 幸好 她的努力 有了回报 当初的暂时分离 只是为了如今 更好的相聚 往后余生 她再不会 为了眼前的迎头小利 而将自己的人生 寄托在任何人身上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等等 当下角员的